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他们生命的智慧的高度 跟我们分享他们生活的艺术 生命的技术等等的 让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 活得更精彩 所以有一件事情它影响我会说 我认识它以后 这件事情在我里面 好像种了一个种子 就是说我愿不愿意 在我66、67岁的时候 开始一件这么大的计划 又这么困难 我愿不愿意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伟大的计划 看起来就快要完成的时候呢 我可不可以下台 我可不可以交给下一任的人 然后呢我下台之后 我卸任之后呢 我继续帮助他们完成 我不晓得台湾有多少领袖 有办法这样办到 因为台湾的这个 教育志愿不平均 西部的小孩子一天到晚 念书补习 回来补习考大学 这个乡下的小孩子 没有这个机会 那个时候 我们拍艺术照片 就这样照相机 有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 那个时候土地一平只有一百块 你看这个照相机 有一万多块 做什么都做 那个不行 那个不能动 那个也不行 那有点不自由 不然 那有点不顺利吧 就是很不自由 非常的不顺心 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 我们知道那些是迷信 所以我们会照做我们该做的 然后那些人看了之后就说 他们怎么也没有怎样 也没死 然后在那个当中 就很多人自然而然的 来成为我们的教徒 因为看到我们都平安无事 因为穿着本来就是一件 很个人的事情 对我来说呢 其实我自己喜欢就好 那以上答案提供大家参考 因为接下来呢 我要为大家 再继续往下聊的东西呢 就给你们当作参考 让你们变成 变成一个把穿着变成自己 很享受一部分的一个提示 好不好 我今天要介绍各位的五把钥匙 其实你可以选择Me More 或你可以选择We Prosper 好 这五把金钥 我简称叫Light 那天我对着电脑荧幕 掉下眼泪 我回信说 爸爸比房子更重要 我不会退出这一份责任 48岁最撼动我心灵的一句话 是我的哥哥对我说 你做的已经够了 我反正的散开了 我查看你输生的奏 tickets 有东西呢 我去看看你 他们跟我们惟了 我们的阻碍 和我 我们的阻碍 到你了 我开始了 我可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